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禁1个中产党 今天这个话题很厉害 就是借着商务常那篇文章 他写得太谦和,我帮他提升级数 他说深圳将会成为整个银河系的经济中心 因为太谦虚,怎会只要去地球 当然要去到银河系 这宗新闻出了后,很多人就评击他 我发觉这些评击的水准很低 首先第一件事,有很多人又是 香港有些很异和团色的评击 你最喜欢什么?最主要就是人身攻击人 你最喜欢就是挖别人的阴司来评击一些没关系的东西 第一件事,这个人是逃税的 这个人就是被美国拿着把柄 所以他就说这些 甚至说他的投共 我心想,你们是不是傻了? 你是不是今天才在这个山洞起身 去看香港发生什么事? 张五常是由1980年代中后期 他已经是中国大陆的大好友 他当时是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已经不停说中国经济店 公中国经济店,中国经济店 我之前做这个节目之前都跟周显大师谈过 他就说他现在都不看香港在眼内 我会补充一下 他以前是会比较强调香港的好处和优势 但这个是在弗利文未死之前 因为弗利文经常都说 香港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典范 但我其实心里面觉得张五常不是完全认同这件事 所以弗利文一死了,其实他就已经没去再看这件事 我觉得在2000年之后,他们已经预言了上海的GDP会超越香港 其实去到现在,今时今日 他再说深圳会成为大湾区的龙头 甚至地球的中心 是秉承他一贯的说法 完全是没有什么转弯,扭泰,或者什么投共 就像周显大师说,投共一早就投了 只不过究竟他是不是投共呢 这个可以再相够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第二件事就是有很多人混乱了 学术上的成就和在现实上的品德 是不需要挂勾 大佬啊,你说许智安我还可以合理一点 因为娱乐圈仍是和有程度上道德挂勾 因为很多人觉得许智安是八辣王子 不是的,真的有很多人觉得 你和Sammy这么长程经历了这么多 你不要拉他这么远说 我纯粹参考一下 香港人就是将这个道德和娱乐拉上关系 否则当年就不会说阿嬌 你是做六女,你就不要拍这些照片 他没有拍的 是的,他被人拍,不要被人拍这些照片 但是学术计是完全没有关系 詹文成也很早已经说了 他说我对于中国经济的任何判断 已经是脱离了他在经济学的学术范畴 因为经济学就只是搞实证研究 是不会有道德判断或者有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东西其实是和他研究无关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人 就很喜欢将所有东西混在一起 所以我经常都说 香港就是将所有东西都是娱乐圈化 政治又娱乐化,学术又娱乐化 什么差事都娱乐化 也都很难怪 为什么香港有很多那些所谓学者 包装到自己像个明星 都很像去研究学术的东西 那你怎么看 第一就是 Kevin不在 因为他是张鸣尔的大弟子 不是,他是一个超级粉丝 他还是大弟子 入室弟子 你不敢说大弟子 起码都要张鸣尔认他的大弟子才是大弟子 很近的 但是一个很近的 很关系的人 我又不是 我亦都不是张鸣尔的超级粉丝 虽然我很欣赏他某些东西 所以我就可以抛开这些立场去说 第二件事就是说娱乐圈 其实当你没有能力 没有这样的学术能力 去批判他的文章内容的时候 你就只是可以批判从娱乐投共 那些去说 因为其实就是证明那些人的水平很低 但问题是你证明这么多人的水平很低的时候 就证明真的很低 证明真的很低 平均质素真的很低 而且低的就是大家 仍不是很厉害的那些 以前是很多人文字未开很低 但是那些人很厉害一些高水平的人 但是现在那些人文字低得来 是仍不是厉害高水平的人 反正经主义 你什么那么厉害 大学教授也收皮 比你更厉害 其实就是这些 第三就是我来说 我们不是反对批评 我也是反正经主义 我的问题只不过是你的批评要有水平 就不是说别人有什么涂碎 说别人有什么叫鸡 有外遇 这些不是你批评一个学者 应该要做的事情 相对来说 我都写了一篇文章 还没发表 是很反对 觉得他的说法是不对的 但是问题就是 不是就那个方法 就是我们批评之前 我觉得你们的批评太过无聊到 就是这样 我又再说 其实都不单止他 你都知道 大湾区是一个国家级的任务 他为什么无端端要去做这个深圳演讲 其实这一篇文章 其实是他源自他在深圳做一个创科论坛的演讲 就是因为现在国家 就是用尽所有的力量去推动 和香港有关人去做 不止他 我想说 我们录音这一天就是沈玉辉接受大公报访问 他就说大湾区就是我们香港的机遇 香港人你们就是应该要接受 就是我们只能够靠大湾区发展这个现实 接着我再说 有很多人常常都把他吹风成反共英雄的良民道 很奇怪 不知为什么大陆在大陆 有这么多钱都可以做反共英雄 他就在座谈会说 香港怎样搞本土 就是靠去大陆去谈一带一路 和大湾区的发展基金 你就可以搞到这个本土运动 你看到整个国家机的运动 就是将大湾区当作重心 这些人去接受一些好处 或者受到一些压力而说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深圳是否真的可以成为 一个银河系的经济中心 首先我这样说 香港人实在是太看小深圳 其实现在年轻人 就是最了解深圳发展 有很多闹深圳的人从来都不回深圳 有很多闹深圳的人 是以前不回 以前没有回 因为他20年前 就回深圳叫计 但现在没有回 现在老了 所以 他还是停留在20年前的深圳 现在的深圳是什么事 很简单的一件事 他就是中国将所有资源 集中投资创科的一个城市 其实我上网上看到很多文章 他说 其实广州和深圳 是竞争这个IT重心 竞争了很多年 但现在出之就是输了 输了的原因就是 你会看到 你中国的国家政策 就是投放在深圳 这样说 我不要说国家政策 因为不是香港政策 其实香港要赢深圳 是很容易的 你可以在一天之内赢得到 就是将香港变成上海 当年的时候 没有网管 当年上海的时候 怎样都可以 当年上海曾经试过 在厚短几十年时间 由一个渔港 变成全世界最少的五大城市之一 以中国的什么城市 因为他没有网管 深圳你没办法 学得到深圳 学得到广州任何国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网管 是全世界任入无限进出的一个城市 现在香港都不是无限进出 香港都自由 香港怎么是自由的 人家是无端的 你说这些大陆人 可以任来香港 可以任来香港 你没有网管的意思就是 对于大陆的繁尼圆 是的 深圳在2001年的时候 是有132万人 现在的户籍人口 现在是有1300万人 是升了10倍 然后它还有些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 就是提供最严格的流动力 所以实际上深圳是有2500万人 如果深圳将来的时候 是会去到 连东莞和惠州 东莞和惠州 一个八百多万 一个四百多万 即是它很快就会变到一个 如果是联盟人口 是有五六千万人的 即是那个爆炸力 根本它本身已经是一个 等于一个法国 或者接近一个法国的人口 那你很难 当然人均收入 所有东西 或者其他东西 是吸不上的 但是你去到一个 没有网管 即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 我不能够说 无法无天 这些就是那些 香港人最喜欢拼命的 没有人口政策的城市 没错 没有网管 就没有人口政策 那你就可以立刻发达 香港是更加好 那当然 深圳会不会成为 地球经济中心 就当然不行 但是它成为一个 很大的经济体 赢香港很多倍 那就当然可以 我不是完全同意周谦大师的说法 我认同一件事 就是没有人口政策 就是令到深圳的经济潜力 完全爆发 这个也是张五常所说的 但是那些人 你会像深圳那样 但是 那当然 我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个 全银河系的经济中心 这是另一件事 不能做经济中心 因为你 不不 我们先假执这件事 你稍后再推翻它 我所关心的是什么 我始终觉得 你中共有很多 很简单 大家都要认同一件事 就是 你所有那些创科企业 全部都是有大陆的 就是 大陆的力量去控制 他们去哪里落脚 你以为 中共没有主持权吗 那么 问题就是 你在美国 你在其他国家 你不会有这件事 所以深圳会成为 全中国的一个 甚至乎 你全亚洲的一个 经济重心 我觉得 一点都不奇 但是 重点是什么 就是 就算是 如果他们说 创科中心 超越植谷 我都觉得不奇怪 植谷 其实现在有很多IT企业都搬走 因为觉得那里太贵 而且在IT的世界 也不需要集中某一个圆区去做 现在 只不过问题就是 在于 你做不做到经济重心 就是另外一件事 这么说 你作为经济重心 你首先要金融中心 张五常的一篇文章 说 前海 人民币交易 我不反对 这件事 可能会很厉害 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说地球 如果你要做地球的经济中心 地球 首先人民币 要变成地球第一货币 人民币 我想有一段时间 都变不到地球第一货币 你怎么说 那样东西 深圳开铺有规模 一个很庞大的 超级巨大 超级巨大城市规模 再配合了 中国本身有十几亿人口的 你可以做一个很劲大 香港很多事情 再加上没有网管的 人口政策 这样做法 你去打它 打造它 是可以的 但问题 你说去到路那么夸张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趋大了 我自己也这样看 张五常评论中国经济 我对于他的经济学的讨论 和他对于中国经济 都分开来说 他每次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 他都很故意去 他蒙蔽了一些 其实明明就是一些问题所在 他是选择不去理 第一件事 他经常都说 深圳可以成为地球经济中心 如果跟我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 他同时就说 其实我已经对中共政府 提出了多少多少的建议 但他完全不理我 其实他说这件事 你会发觉他有个前撤 这个前撤 永远都实践不了 譬如他说他要完全取消外汇管 就是这个也不可能 他说他要将这个 盧顿基准法全面 是要抵抗他 不可以再靠这种福利政策 去保护工人阶级 这件事中国大陆当然是不会做 喂 你这个张五常提出的很多东西 如果中共都不会依你去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命题也不行 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他太过乐观了 他其中一个说法是什么 他说你深圳的房地产 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欧美的城市 我这件事不否认 他亦都用了日本来做例子 日本当年一个东京 已经有买起整个美国的房地产 但是他说 就算他真的日后是贬值 或者房地产崩溃了 但他当时利用这些资金 是可以投资了在美国很多地方 结果赚到千万 其实是回来救回日本 所以日本的经济 因为这个崩溃的程度是这么慢 原因就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 中国现在的资金 去了外国 会不会回来 当然不会 你不能够用一个自由经济的角度 或者自由的日本 去比对中国 因为有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基于经济不自由 或者很多的制度上的问题 就是不会令它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 美国之间是输入趴街 但是重点 我觉得从来都是 其实成为一个世界的经济中心 是不是好像你所说的那么容易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实有没有需要成为一个世界的经济中心 香港人有很多都是觉得很敏感的地方 就是现在深圳取代了香港 深圳取代香港 完全没有问题 深圳没有取代香港 它说深圳取代了香港 深圳不是这么说 深圳是赢了香港 是赢了香港 但是它没有取代香港 是 就是OK 如果你去这么说的话 那很多地方 你说 是不是地方是取代了瑞士呢 但问题不是取代瑞士 例如你伦敦 可能你 苏维世 你伦敦可能赢了苏维世 因为伦敦的尺寸很大 苏维世是基于民族 但是你不是取代了它 而是它赢了你 我觉得是香港人 我们输了给深圳 我相信输了深圳是没问题 今时今日 我们还是否需要追求 这些所谓的经济的颜色 如果我们追求经济总量 香港是可以立即赢深圳 只要你能够 取消人口政策 取消人口政策 你就可以立即赢深圳 但我们不是追求经济总量 我们经济有质量 我相信我觉得 不要这么矛盾 你不要一方面 就说我们香港 就要有你喜欢的人口政策 一方面就很敏感 就觉得 深圳没有人赢 我对香港 两件事 你不需要同时坚持 也未必是对香港有好处 下次就说其他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